好 元素尺寸 这里可我讲了几张图 同学们一定要收藏好 将来遇到任何跟尺寸相关的问题呢 你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疑问了 首先第一种尺寸就是client 啥啥啥 它有一个宽一个高是吧 都一样道理 你理解的宽就理解的高 client位置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内容加上pending 也就是不包含边框滚动条那些尺寸 你看图吧 第一种尺寸 第二种尺寸是offset啥啥 比方说offset位置 那么它的意思呢 就是可见的尺寸 它就是包含内容 包含pending 包含滚动条 包含边框 凡是这个元素可以被人看得见的区域呢 都是属于offset的尺寸 这是用的非常多的一个尺寸啊 如果说一个元素 它没有滚动条 没有边框 那么它的尺寸呢 是跟那个client这个尺寸呢 是一样的 好的 第二种尺寸 第三种尺寸呢 是scroll width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要说到滚动条了 因为有的时候呢 元素里边的内容区域啊 它可能会超过这个元素区域 比方这种情况啊 这个蓝色的就好比说是这个元素的内容 它超过了这个元素的尺寸了 因此这个元素呢 出现了滚动条 那么这个scroll啥啥啥呢 就表示说整个的内容尺寸 就包括元素里边呢 包括超出这个元素部分的一起来算这个尺寸 如果说这个内容 它没有超过元素啊 它比较小 它就在元素里边 比方说像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它的尺寸呢 就跟这个client这个尺寸是一样的 不包含边框 不包含滚动条的尺寸啊 就内容加上pending 如果说它超过了元素区域 那么就按照整体的尺寸来算 好 这是前面三种 前面这三种尺寸啊 它都属于layout tree里边的尺寸 对吧 你们学浏览器的渲染原理 肯定会知道 我们有一个布局数 布局数里边有很多的几何信息 什么位置啊 宽高啊 那么这棵树里边所涉及到的尺寸 就是这前面这三种 在我们的大师课里边呢 有对浏览器的渲染原理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讲解啊 大师课是完全免费的 我们可以来领取 关于浏览器渲染原理呢 其实我都清楚 你们学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东西了啊 10年以前的 什么那个布局数啊渲染数啊 都是好久以前的啊 现在浏览器的渲染 渲染原理呢 跟以前有很大的区别了 在大师课里边 我都有详细的讲解 当然那个大师课呢 不仅仅是有浏览器渲染原理 还包括视线循环啊 view的圆码分析啊 还有各种项目效果的实现啊 还有各种笔面试题啊 还有优化啊 都是前端最重要 最值钱的知识 无论是在笔面试 还是在工作当中 这些知识都可以帮助你拿到更高的薪水 而你要做的就是来免费领取 然后呢 花一周的时间 认认真真的把它学完 不要跳着看啊 好 怎么你家屏幕上方的商号 找我的小助理 按照提 也是 领取即可 啊 都是这三种尺寸 还有一种尺寸 就是通过这个函数得到啊 叫做get bounding client rate啊 它的调用方式的朋友们都知道啊 就是通过一个多么元素 然后调用一个函数叫做get bounding client rate 它会得到一个对象 你可以接收 然后这个对象里边呢 就有宽和高 那么这个尺寸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尺寸它可不是什么布局数里边的尺寸哈 在浏览器的整个渲染管线里边 它是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呢 叫做做画 把这些元素一个个画到页面上去 那么在画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应用一些变换 叫做transform 这个变换是交给gpu来做的啊 他不是cpu来做的 所以说为什么说transform 它的效率很高呢 你cpu根本不管 哪怕你浏览器卡死了 借是进入死循环了 都不会影响到这个属性的变化 你不信自己去试一试 当然这些东西呢 在我们大师课里面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讲解啊 所以说它跟布局数就没什么关系 那么就意味着啥呢 就是说如果一个元素啊 它没有经过什么transform的变化 什么放大呀 旋转呀 没有经过这些变化 那么通过它拿到了尺寸 跟那个offset 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表示可见的尺寸 那如果说这个元素它有旋转啊 有放大呀 那么它得到的是旋转和放大之后的尺寸 比方旋转 旋转之后的尺寸 它宽度怎么算呢 它是用一个最小矩形把它包裹住 看个虚线 用这个最小矩形把这个旋转的元素包裹住 那么来计算它的这个宽度 那这就跟前面三个属性不一样了 前面三个属性跟那个什么transform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前面三个属性它随便什么变化 它都只是不变的 因为它是在布局数里边 而这个属性呢 它不是布局数 它是画出来的最终效果 所以说你如果说要拿到这个元素 在界面上画出来的尺寸的话 那你一定要用这个 而不能用前面的 因为一旦用了transform 前面的属性呢 就不再是用户看到了这个尺寸了 懂得意思吧 其实说是尺寸 最终涉到的东西呢 还是浏览器的渲染原理 那你要讲深一点的话 像个transform 它为什么能够交给GPU来运算 因为transform的本质是啥 它可不是什么放大 可不是什么旋转 transform的本质叫做矩阵变换 放大呀 旋转呀 平移呀 倾斜呀 都只是矩重变换的其中一种情况而已 都算不上什么特殊的情况 而GPU 它特别适合做矩阵变换 矩阵变换是GPU的重要能力之一 因为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 所谓的像这种矩阵变换 它不会交给CPU来执行 直接交给GPU 这也是为什么流量性打法卡死了 它也不会把这个属性卡住 对吧 你介绍在CPU里面执行 跟它没关系 就点到为止 要知道详细的东西了 来看我的大师课 因为东西太多了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把这个尺寸就这么一些东西了 把它收藏好